过了两年,法老做梦,梦见自己站在河边,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,又美好又肥壮,在芦苇丛中吃草。 随后,又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,又丑陋又干瘦,跟前面那七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头母牛,吃掉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头母牛。 这个时候,法老就醒了,他再次入睡了,第二回做梦,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,又肥大又加美,随后又长出七个穗子,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 这细弱的穗子,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 法老醒了,原来是个梦。 到了早晨,法老心里不安,派人召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,法老就把所做的梦都告诉他们,可是却没有人可以给法老圆解。 那个时候,久正对法老说,我今天才想起我的罪来。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,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里,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,各梦都有讲解。 在那里,有一个西伯来少年和我们在一起,他是护卫长的仆人。 我们把我们的梦告诉他,他就替我们原解,是按着个人的梦原解的。 后来,正如他给我们原解的应验了,我官复原职,善长被挂了起来。 法老随即派人传召约瑟,他们就急忙带他出间,为他剃头,刮脸,换衣裳,然后进到法老面前。 法老对约瑟说,我做了一个梦,没有人能解。 我听见人说,你听了梦就能原解。 约瑟回答法老说,这不在乎我,神必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 法老对约瑟说,我梦见我站在河边,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。 又肥壮又美好,在芦苇丛中吃草。 随后,又有七头母牛上来,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。 在埃及全地,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陋的母牛。 这又干瘦,又丑陋的母牛,吃掉了先前那七头肥美的母牛。 吃了以后,却看不出是吃了。 那丑陋的样子,仍旧和先前一样。 然后我就醒了,我又梦见一颗麦子,长了七个穗子,又饱满又加美。 随后又长出七个穗子,枯高细弱,被东风吹焦了。 这些细弱的穗子,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。 我把这梦告诉了术士,却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。 约瑟对法老说,法老的两个梦,其实是一个。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,只是法老了。 七头好母牛是七年,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。 这是一个同样的梦。 那随后上来的七头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。 那七个空壳,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。 他们是七个荒年。 就像我对法老说的,神已将所要做的事,显明给法老了。 埃及全帝要来七个大丰年,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。 甚至埃及全帝都忘记了先前曾有过的丰收,全帝必被饥荒所灭。 因那后来的饥荒非常大,便感觉不到先前的丰收了。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,是因为神命定在不久的将来,这件事必定发生。 所以法老,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,派他治理埃及全帝。 法老应当这样做,派官员管理这帝。 在七个丰年的时候,征收埃及全帝五分之一的出产。 叫他们把将要来的丰年所有的粮食征集起来,积蓄五谷,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,归于法老的手下。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,免得这地方被饥荒所灭。 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 法老对臣仆说, 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,我们怎能找得着呢? 法老对约瑟说, 神既然将这事只是你,可见,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,我的民都要听从你的话,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 法老又对约瑟说,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 法老就沾下手上打印的戒指, 戴在约瑟的手上,给他穿上细麻衣, 把金面戴在他的脖子上。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, 侍卫在前面开道。 独角说, 跪下! 就这样, 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 法老对约瑟说, 我是法老, 在埃及全地, 若没有你的命令, 不许人擅自行动。 法老赐敏给约瑟, 称他为撒发纳特巴内亚, 又将安城的祭司,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做妻子。 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全地。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, 年纪三十岁。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, 寻行埃及全地。 七个丰年之内, 土地的出产极为丰盛。 约瑟征集埃及第七个丰年的所有粮食,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。 各城中为田地的粮食, 都积存在本城里。 约瑟积蓄得五谷极多,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, 无法计算, 因为不可胜数。 荒年到来之前, 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。 玛拿西就是忘记的意思, 因为他说, 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全家。 他给四子起名叫伊法莲。 伊法莲就是昌盛的意思, 因为他说,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, 七个荒年就来了。 正如约瑟所说的, 各地都有饥荒,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 等到埃及全地发生了饥荒, 百姓就向法老哀求粮食。 法老对他们说, 你们到约瑟那里去, 照他说的去做吧。 当时饥荒变满天下, 约瑟开了各处的舱, 跳粮给埃及人。 在埃及地发生的饥荒很大。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, 到约瑟那里敌粮, 因为天下各地的饥荒都很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